我是耿雪,中央美院的一名老師 陶瓷拍的動畫片 在陶瓷的領域,可能大家並沒有這樣去看待過陶瓷 也並沒有這樣去拍過這樣一個動畫片 這樣的一個事可能才有意思 我當時很清新於早期的那些動畫作品 考慮本土的東西多一點 海公子是我選了一個寮渣裡的很短的篇幅 有一個張生去了東海的一個島 這時候突然就出現了一個女子 她跟這個女子就喝酒 正在很親密的時候 女子突然大叫,說海公子來了 女子就消失了 有一條蛇就開始來追她 纏著她喝她的鼻血 傅宗陵到最後也沒說海公子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種恐懼的東西吧 一共有一百多件吧 當時拍了可能有一萬多張照片吧 我是2005年 因為學校的一個課程 第一次接觸景德鎮的陶瓷 有一個地方叫樊家井 家家戶戶都在紡織不同的宋元明清 各個時代的 我特別愛非常野生 第一次做陶瓷的時候就非常喜歡 有的像果牌,有的像碗 然後我在裡面做一些小的人體的雕塑 外界的評價認為是小女孩 其實她們都沒有女性的特徵 反而是男性的特徵 或者有的是無性的一個特徵 我就想發出一個很小的聲音 不想局限在一個女性藝術家的角度 《書中美術館》這次展覽 大概是我這四年左右的一個作品的集中的呈現 《金色之名》這件作品是完成度比較高的 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 是由兩個世界組成的 一個黑白世界其實是在隱喻我們的現實 用泥土來表達肉身 這些小人物不斷地勞作的 沒有盡頭 有一點無意義的一種感覺 但是人們就會持續地 甚至不惜犧牲很多東西 然後去一直在做這件事 它們之間衝突暴力的場面 或者有一些隱喻生老病死的一些場面 就是它的一個隱喻生命 它們不斷地飛速地倒流 它們有一種宇宙音 然後時間是不斷地飛速地倒流的 《金色的世界》是一個可嚮往的未來 金色的世界是一個可嚮往的未來 或者我們去做的白日夢一樣 跟黑白世界是一個反差 跟黑白世界是一個反差 小人可能一共幾十個,小的話有一個指頭高 大的話可能像真人這樣大的一個半身 定格的工作量還是挺大的 就是要一直熬夜的 因為泥土你等一下它就變乾 我們要不停地給它噴水保濕 水多了它又斷裂開了 大概有9000多張照片來完成的 十幾個人一起在弄 前後不到半年的時間 我拍的影片跟商業動畫片肯定還是不一樣的 現在這種新的技術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傳統的藝術所能達到的 我的藝術創作用的還是一種傳統的 手工 跟著自己的生命的一個節奏